妈妈 这小馄饨五颜六色的 真漂亮 我也想包 好 妈妈教你 这是妈妈今天在庙里求的平安玉 保佑我们一家呀 平平安安 永远都不分离 好不好 好 来 快带上 你们两个把这个馄饨给韩叔叔送过去 你们两个路上慢点 去到了 去吧 好 妹妹 你再坚持一下 要不馄饨就凉了 哥哥 他们在干什么 小兔崽子 妹妹 快跑 小兔崽子 别跑 哥哥 你逼我的 放年过节 叔叔一定会给你们多少纸钱 买好吃的 小兔崽子 可不可 小兔崽子 可不可 小兔崽子 想 你 你 小包总 还有半个小时 股东会议就要开始了 全体股东已经在会议室开始等待 您看开会之前 还有什么需要安排的吗 把今天公司上半年的财务报表 和寄生人名单整理出来 开会先五分钟给我 好的 嗯 哇塞 包总好帅啊 要能找个这样的男朋友就好了 包总你好 这是今年中层观念人员晋升的人选 请您公布 选一些功能比较长的吧 会先把确定名单给我 喂 有消息吗 包总 查到你母亲的消息了 就在云城 嗯 那包总 我们的会议怎么办 取消 好的 妈 您别急 我马上就回去 老板 你这馄饨怎么卖的 七块一碗 好 给我来一碗 哎 好嘞 嗯 老板 你这馄饨五颜六色的 味道还真不错啊 您爱吃就行 我家的馄饨呢 都是用不同的蔬菜 之货的面包成的 所以味道和颜色 就有所不同 哦 我说嘛 好 再给我来吧 我打包 哎 好嘞 妈 已经三天了 你到底在哪 包总 吃点东西吧 妈妈 这小馄饨五颜六色的 真漂亮 我也想包 好 妈妈教你 味道 还有馄饨的颜色 和我记忆里 妈妈做的一模一样 在哪里买的 就在前面那个市场里面 走 我们去看看 包总 就在前面 市场最里面那家 包总 就是这家馄饨摊 大姐 这馄饨摊 是您的吗 不是 摊主有事儿 回去了 嗯 哎呀 韩哥 你是不是做生意 挣了大钱 就不要我和小雨 哎呀 瞎说什么呢 你给我生了小雨 这么好的大儿子 我怎么舍的呀 哎 对了 前段时间 你不是说要给小雨 买个房子吗 房子我都看好了 等我回去 就找到黄脸 偷要钱 等我拿到钱 把房子买了 就把你和小雨 接回来一起住 这还差不多 韩哥 妈 我回来了 你饿了吧 我这就去做饭 我看你呀 就是巴不得我饿死 妈 我错了 您别生气 再气坏了身子 又吵什么呢 做饭了没 我有点饿了 儿子 你回来的正好 你不是说 你现在做生意了吗 你赶紧把这女的 给我修了 跟她离婚 再给我娶一个 能给我生个 大胖孙子的媳妇 什么 你别说了 你还当我是你妈呀 你快点把她 赶出我们老韩家 连个蛋都不能生的女人 怎么配进 我们老韩家的门 我是不会跟盛南离婚的 什么 哎呦 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 我 这些年你对我怎么样 我心里都有数 你不是说要在市里 买个房子吗 嗯 钱我都攒好了 我们去看房子吧 盛南 这些年 你辛苦了 明天我们就去买房子 放在这上 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 啊 好 谢谢你 妈 回头换了新房 我们一起搬过去 我一定好好孝顺你 盛南 谢谢啊 大姐 你还认识我吗 我非常喜欢吃你们家的彩虹小馄饨 啊 是你啊 你喜欢吃就好 这是我们的老板 他也非常喜欢你们家的彩虹小馄饨 昨天我们就来了 您没在 今天我们又过来了 实在不好意思 让你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你们是要买馄饨吗 来两碗吧 哎 馄饨来了 阿姨 馄饨是有人交给你的 还是 是我自己琢磨的 我那两个孩子 从小就挑食 我就用蔬菜和橙汁 把馄饨包得五颜六色的 他们可爱吃了 这味道可是独一份啊 阿姨家的孩子 好有口福啊 哎 他们已经不在很多年了 哦 对不起 哎呀 不用 你们等了那么久 这都我请 如果喜欢吃的话 以后常来 以后常来 你们要收下 阿姨 来收下 哎呀 哎 少男 不是说好今天去看房吗 好好好 我马上就来 哎 实在不好意思 我家那口子又催我了 说好今天去看房子的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啊 哎 这是妈妈今天在庙里求的平安玉 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永远不分开 你还有事 没 没事 好好 给我他的资料 就详细越好 好的 韩哥 这套是一室一厅的五十万 嫂子 这套是两室一厅的八十万 哎 哎 你看这好啊 这么贵啊 不贵啊 咱这楼盘可是云城的市中心 这是有韩哥的面子在 我报的是优惠价 不然可不止这个数 啊 八十 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么多钱 我只有七十万 盛南 其实呢 我们买个一室一厅就行 你跟妈住卧室 我呢 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对付对付 那怎么能行呢 嫂子 要不这样吧 你看 咱跟韩哥是实在朋友 七十万我去找经理谈 应该不成问题 不过 嫂子您确定要吗 哎 哎 啊 这样 这房产证上啊 就行你嫂子一个人的名 那怎么能行呢 这是你赢得的 过两天宗族大会上 我要让亲戚朋友 相礼相亲 都知道 我有一个好老婆 好 我现在就去付钱 嫂子 这边请 哎 哎 怎么了宝贝 这房子都买了 怎么还愁眉苦脸的呢 我看你很喜欢顾胜男吗 你们夫妻 有说有笑 哎 那不是逢场作戏吗 我的真爱可是你 这逢场正上啊 你想写谁的名字都行啊 不生气啊 嫂子 放心吧 这件事 交给我就行了 对了 过两天啊 咱们寒家村宗族大会 我要把你和儿子 介绍给全村人认识 然后跟那顾胜男 离婚 把你和儿子接回来 咱们一起住 啊 这还差不多 哈哈哈哈 小宝总 我们查到了 这是他的资料 他叫顾胜男 早年丈夫因意外去世 后来改嫁一个叫杭光的人 婚前他有两个孩子 听说掉进水里 意外身亡了 你说他有两个孩子 你谁死了 是的 我还查到 那个叫杭光的人 是个村霸 被这顾胜男 还养了一个小三 不过听说 对顾胜男 还送过得去 你快做下亲子监定 好的 宝总 那关于杭光的事情 我们还需要告诉顾胜男吗 再说吧 好的宝总 喂 小宝总 亲子监定结果出来了 顾胜男就是您的亲生母亲 她现在在哪 查过了 她应该在寒家村 参加韩式宗族大会 我先去寒家村 您立刻带人赶过来 我要风风光光的 借我妈回家 好的 哎呦 王叔 你好 你好 老公啊 今年的宗族大会 是你操办的吧 真不错 出去了 您给我讲了 里边请 组长 老组长 您有什么吩咐 老公啊 怎么样了 人都到齐了吧 都到齐了 今年我交给你来操办宗族大会 就是为了让你在全村人面前露脸 等一下我到了 亲自宣布你就是下一任寒家族长 谢谢老组长 那个吴我等你啊 老公快就到 你好好表现吧 哎哎哎 好嘞 你干什么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因为你没有资格 我是寒家的儿媳妇 我凭什么没有资格 凭什么 凭你现在 已经不是寒家的媳妇了 你是谁 韩光 韩光 别喊了 韩哥现在不想见你 赶快滚吧 不可能 他不会这么对我的 有什么不相信的 我现在才是韩哥的正牌老婆 这么多年 我为了这个家当牛做妈 他妈瘫痪在床 他没有一天照顾过她 是我一不解代 在床前伺候 韩光 你不能忘恩负义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呀 你出来跟我说清楚 你给我闭嘴 你可不能生样 再这么大喊大叫 行不行我撕了你的嘴 你让韩光出来 我要当面跟他说清楚 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对我 你给我回来 韩光 你给我出来 韩光 贺盛南 你来干什么 赶紧滚 说什么呢 我是你老婆呀 你为了这个狐狸精 你对得起我吗 你嘴巴放干净点 什么狐狸精 你这个黄脸婆的样子 自己心里没处吗 我之所以娶你 无非就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照顾我妈 要不然 就凭你这个人老猪黄 又不能生孩子的黄脸婆 能进我韩家的门 顾盛南 爱情中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 我们是受法律保护的 我们是合法父亲 法律保护 马上就不是了 签子离婚 滚蛋 别浪费我时间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老汉 不要离婚好不好 我以后什么都替你的 我们在刚买的房子上 顾盛南 你看清楚 这房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明明是我买的房子 你和那个买房子是一伙的 你们何其活来骗我 你们还我的房子 还我的钱 顾盛南 你看清楚了吗 韩国 你个混蛋 我为你把韩家当牛做满这么多年 你竟然骗我 你骗我 韩国 你这个都行 怎么天真的以为 韩哥会跟你在一起 韩哥之所以娶你 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下人 韩哥是怕我太辛苦 所以才娶你这么多年 韩哥的心里从来就只有我一个人 这就受不了了 那我要是告诉你 我们还有一个二十岁的儿子 你会怎么想 二十年前 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是我刚失去孩子的时候 你就跟这骚货有了一个野种 你敢说我是骚货 你个吓不出东西的母狗 还敢大言不参说我是骚货 你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 我儿子才是我和韩哥的亲生孩子 你死的那两个才是野种 真有意思啊 爸妈 大婶 你说你都知道了 怎么还赖在这儿啊 别耽误我们一家三口团聚 要不是你一直没买房子 我们一家人呢 早就在一起了 爸妈 好久没见过这么蠢的人了 不省的 不是我说你 攒了这么多年的钱 才攒了七十万 只够买一个房子 我想买车 还得我自己掏钱 你自己说你有什么用 我还留着你干什么呀 盛南 这么多年 为别人做嫁衣的感觉怎么样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谢谢你替我照顾婆婆 还有小语 我和我儿子这么多年的生活费学费 还真就多亏了你 你说工作上需要钱打点 原来你是拿了我的钱去养这个小三 我在你眼里 我到底算什么呀 我让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寒家媳妇 你还不知足吗 再说你也没孩子 我把钱给小语怎么了 这些钱我就当为了狗了 这个婚我是不会理的 这个房子就算一把火烧了 我也不会骗你们这个狗男女 哎呀 韩哥你看他 放心 我有办法让他签字 你那两个孩子的下落 你不想知道吗 你是Mr 难道当年 他们不是一碗落水的吗 他们还活着 他们在哪 只要你告诉我他们在哪 我可以离婚 我可以签字 把离婚协议签了 静身出户 我就告诉你 那两个孩子的下落 怎么 你犹豫了 看来你也没有多么爱你的孩子 去去七十万 就舍不得心疼了 怎么了 心疼了 七十万买你两个孩子的下落 你不亏 早知道这样多好 何必搞出这么多事呢 现在可以告诉我的孩子在哪了吧 当然 没问题 顾盛南 你怎么还是那么天真 我真是不知道说他什么好 哈哈哈哈 你什么意思 我的孩子在哪 那两个孩子走的时候 走的那天 是不是要送他一碗馄饨 是那天 你见过他们 当然见过了 就是我 我七手把他们推下河的 是你 你杀人凶手 杀人凶手 你有证据吗 你谁也怨不着 你谁也怨不着 要怨 就怨他们看见了不该看的 要怪 就怪他们是个短命鬼 还有你这么个不忠用的妈 要我说呀 你就赶紧离远点 省着挡着地球转 死我也要拉你们做颠废的 你们 你们两个杀人凶手 你们不得好死 真是活该 谁让他们爱着我和韩哥的事了 我和你们拼了 好 你敢打我老婆 既然找死 今天我就打死你 送你下去 见你那两个眼督 谁 都给我杀 我看你们谁敢 你敢管我的现实 我是韩光 杀人韩家图长 韩家村 我说的算 他们都听我的 今天我就是把你打碎了 站起来 你都是废的 你敢得罪我 你快走 他们 他们是疑惑的 你忍不起他们的 这个地平 凶棒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 今天 没人敢动你 胡胜南 你挺有本事啊 找个小白脸来帮你 哎呦 老牛吃嫩草 没想到 你真是不要脸呢 看你长得真摸口样的 口味还挺毒色 你们住口 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说没有关系 就没有关系 今天是我们 韩世宗族大会的好日子 被你们两个 不知廉耻的东西 给破坏了 幸好你那两个野种 死得早 不然 今天看的这一幕 再得多丢人呢 要是那两个孩子 还活着 还不得被 他妈妈给害死 老婆 你再给我妈一笑 我废了你这只手 你说什么 你教我什么 妈 我是大宝啊 大宝 你是大宝 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绝对不可能 你说你是他儿子 你骗谁呢 那两个小杂种 是被我亲手 扔到河里的 这么多年都没找到 早就尸骨无存了 你终于承认 是你杀死他们的 我 这人是三人凶手 这人是他儿子 就算你是他儿子 当年我能让你死一次 今天我照样弄死你 你敢 什么敢不敢呢 你就看我能不能吧 哥哥 我走不动了 好妹妹 你再坚持一下 要不馄饨就凉了 小兔崽子 哥哥 他们在干什么 妹妹快跑 哥哥 你们逼我的 年过节 叔叔一定会给你们多少纸 来一口吃的 你就看我能不能吧 什么情况呀 这么多人 老组长 你可回来了 你看 这有个不知死活的小子 在咱们宗族大会上闹事 什么东西 赶上这来闹事 打出去 我上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们包总 小包总 怎么处置 上 上 还看什么看 你去上 往死里打 包总 小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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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带你搬新家 小羽 妈妈带你搬新家 小羽 妈妈带你搬新家 这馄饨谁做的 我要见他 是我做的 我妹妹安心打得下手 你是怎么做的 我用各种蔬菜 遮活成的面 这样馄饨不仅有各种颜色 还有各种蔬菜的味道 我还在里面加了茴香 这样可以使肉馅的香气 更加浓郁 是会来 那个叫林琴的女孩就是会来 妈 别着急 我先找人调查一下 什么 包式集团 妈 你小点声 她要是认了亲 去了包式集团 我们怕是捞不着什么好处 那怎么办呀 换掉鉴定报告 你去做包家大小姐 对不起啊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 你的东西掉了 行 谢谢 顾总 天地报告已经取回来了 您过目 林琴 林琴就是会来 吃菜 你是怎么洗的 再洗一遍 你干净了 还敢降嘴 让你洗就洗 孩子 我的宝贝女儿 我是妈妈 我是你的妈妈呀 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妈 桂兰 走 跟妈回家 孩子 你跟桂兰是好姐妹吧 走 跟阿姨回家 阿姨给你安排工作 这样你俩还能有个伴 走 欢迎顾总回家 给阿星姑娘安排一下 以后啊 她就在包家工作了 这是我的闺女慧兰 我终于找到她了 带她熟悉一下环境 带她去她的房间 去 啊 我回来了 什么事 阿宝 我找到你妹妹了 是阿星 还是 妈 这也太大了 我都迷路了 这是你哥哥 顾星瑶 现在叫包雨晨 哥哥 对了 我去给你们做 你们最爱吃的小馄饨 你们秋妹俩好好聊聊天 今天呢 咱们好好吃个团圆饭 啊 慧兰 你哥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最喜欢吃菠菜馅的小馄饨 啊 快吃吧 啊 慧兰 你还记得小时候哥喜欢吃什么味道的吗 哥喜欢吃什么味道的吗 那妈喜欢吃什么味道的呢 胡萝卜 胡萝卜是你哥爱吃的 哎呀 妈 我这头怎么这么疼啊 啊 慧兰 好了好了 不想了啊 是阿兴还吃什么不好 偏偏喜欢吃菠菜 我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还好把包夹这对母女糊弄过去了 可是阿兴还在包夹 留着她迟早是个祸害 要尽快把她赶走才行 来人 大小姐 您有什么吩咐 知道我是谁吧 大小姐 知道昨天跟我一起来的那个阿兴吧 知道 我讨厌她 但是我妈喜欢她 所以我要把她赶走 你们要帮我 您放心大小姐 我们全都听您的 对对 您说怎么做 我们都听大小姐的 来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大小姐的钻石项链不见了 我怀疑被人偷了 那你们来我房间干什么 我们包夹从来没有丢过一针一线 你一来就丢了一条钻石项链 那可是我们顾总特意为大小姐买的 是不是灵溪让你们来的 我找她去 你们干什么 不许帮我东西 找到了 果然是你偷的 灵溪 你诬陷我 贼就是贼 走到哪儿 手脚都不干净 你骂谁是贼 当然是说你 现在 神赃俱祸 铁正如山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没逃 相连是你诬陷我 荒唐 我堂堂包夹大小姐 我会陷害你 说出去 会有人相信吗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马上离开包夹 我不追去 二 我立刻包案 送你到执法队 你现在就打电话 我没偷 我怕什么 不是你 你还是谁 人当巨祸 像你这种不知廉耻的相巴了 能做出这种下作的事 赶紧承认了吧 还怎样 项链就是从你箱子里搜出来的 你还狡辩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让你这么诬陷我 那你现在就打电话给执法队 既然你说项链是我偷的 就让执法队来查一查 看看项链上面有没有我的指纹 给脸不要脸 敢踢我 给我打他 给我狠狠地打 打死他 住手 干什么呢 他偷了你给我买的钻石项链 还打我 我没有 是他们诬陷我 妈 你看他 阿西 你拿项链了吗 我没有 我没有见过这条项链 这事可能是个误会 全都回去吧 妈 好了 别吵了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谁都不许再提 全都回去睡觉 我在工作 请你让开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都闹成这个样子了 还有脸继续待在包家 这脸皮是得多厚啊 让我来这里工作是顾总的意思 不是你 你没有资格赶我走 我没资格 我是包家大小姐 我会没有这个资格吗 要不是我 我妈会让你在这里工作吗 别做梦了 这块玉佩是小时候 你从我这里抢走的 见你戴了这么多年了 现在你也有钻石项链了 你可以把它还给我了吧 什么你的我的 既然我都带了这么多年了 那这个就是我的 你的东西 我全都要抢过来 李希 我从来没有想过 跟你抢任何东西 何必跟我争这一条 不值钱的玉 我说了 你的 我都要 有本事 你来抢 好心 不要 小兰别怕 哥来了 回来 回来 吓死妈妈了 都是阿兴 她推我入水的 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怎么能推姐姐下水呢 你不知道她不会游泳吗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我没有推她 是林希自己跳下去的 还叫别 从小你就跟林希抢东西 她有什么你就想要什么 她成了包家大小姐 怎么 心里不平衡了是不是 你别在这待着 跟我回去 不走 事情弄清楚之前我不走 你试试护着林希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 住口 算我看错了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顾总 好了别说了 算我看错你了 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没想到你这么恶毒 先不说惠兰是我的孩子 你同她一起 生活了这么多年 难道就没有一点姐妹情吗 林希她是装的 她根本不怕水 她游泳 你闭嘴 别讲嘴 你姐姐从小洗头都怕水 她哪里会游泳 林希什么时候怕过水 怕水的是我好吗 你给我闭嘴 你试试护着林希 你不是我亲妈 住口 这种话你也能说出口 你妈含心如口将你们养大 你如今说出这样的话 就不怕含了她的心 滚 马上离开包家 包家不欢迎你这种人 你们所有人都不相信我 每个人都觉得是我的不对 我没做过 我问心无愧 星星 星星 他不会死了吧 死了 就当没咬过这个女儿 你怎么说话呢 是是是 这孩子一定没事的 这还能救过来吗 这么半天还没醒过来 命还真硬啊 这都没死了 要是没死 赶快起来 滚出我们包家 要死死远点 别换了我们包家的风水 一哭二闹三上吊 你是真学到了精髓 我还真不信呢 你敢把自己淹死 装什么意思明智 哎呀 这孩子怎么这么宁啊 人家包总顾总都不追究了 你还在这要死要活呢 别作了行不行 我没做过 我真的没做过 我是被冤枉的 救了 我就当这是一个误会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马上消失 离开包家 妈 你煮什么呢 这么香 可乐姜茶 给你和惠兰呢 区区喊 敲给佑人做就行了 你还自己做 那能一样吗 他们做的 哪有妈妈做的香啊 那倒是 我妈妈做的可乐茶 我们家独一份呢 来 给你妹送去 她上楼吧 就没下来 去吧 妈 她跟你回家了吗 回来了 把自己挂在房间里 没出来 小兰 我觉得 把她赶出包家 还不够 小兰 只要她还在 帝都一天 对我的身份 都是一种威胁 那还要怎么样 难道还要弄死她 不需要 毁了就行 哥 你怎么在这 妈让我给你送的可乐姜茶 去喊的 赶快喝了 好 进 小包总 您找我 再做一次亲子经历 你全程跟着 还有 密切关注那个叫阿新的女孩 好的 小包总 喂 小包总 你让我特别注意的阿新小姐 可能出事了 她出了什么事 阿新小姐要结婚了 结婚 对 但好像不是自愿的 把位置发给我 我去搜索热闹 需要叫上人吗 对方好像很有势力 我又不是去打架 再说 我也想看看 是什么势力 你好先生 请我有请点吗 没有 对不起先生 今天我们酒店报上 请一步去别家酒店吗 你不认识我 我认识你谁啊 先生 里边请 看好我的车 妈 求求你帮我走吧 我不想嫁 什么不想嫁 这是你能做得了主的吗 你今天老老实实的把婚给我结了 别给我准不自在 这么好的人家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自己又不是什么大小姐 别搞得跟苦情剧似的 哭那么说 我 嫁给老子了 还他妈委屈着你了 今天大喜的日子 别他妈给我找不痛快 你们两个 把他给我看住了 五百万财礼你们已经收了 外卖我 外卖都是我有头有脸的朋友 一会婚礼要是出了什么岔子 别怪我他妈不客气了 老东西 要知道我包家大小姐的身份 吓死他 今天我们主要是让阿新嫁给这个老头子 毁了他一辈子 暴露你包家大小姐的身份 岂不是给他找了个靠神 忍一忍 婚礼很快就结束了 有请新郎入场 恭喜费副主任 双喜临门即将寄生主任 听说您真是好福气 娶了个美娇娘 新娘花样年华美若天仙 您真是厌福不浅 老王你说错了 我们应该改口叫费主任了 我看这个新娘才是好福气 能够被我们费主任看上的女人 那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比我们费主任的实力和地位 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要是我们费主任 身体素质绝对是这个 要是我们几个人 又想想这个福分 还想不了这厌福呢 好了 各位亲朋好友请落座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想先请问新郎 你愿意娶眼前的这位女子为妻吗 愿意 愿意 那么好 请问新娘 你愿意嫁给这位新郎吗 我不愿意 小婉子 老子在最后问你一次 你到底嫁不嫁 小婉子 老子最后问你一次 你到底嫁不嫁 我死都不嫁 我让你盯着的DNA检丝结果 什么时候出来 我立刻催催 怎么样 听话了吧 来 再回答一次 我死都不嫁 臭小子 老子他妈给你脸了是吧 老子他妈现在就给你办了 喂 怎么样 小婉总 结果出来了 你和灵溪毫无小样关系 还有我找到一个监控视频 可以证明灵溪将监定报告掉了吧 带人过来 立刻 住手 哪来的一眼小子 敢在这里大喊大叫 小子 你可要搞清楚 这可是我们包氏集团的肺部主任 马上就要升主任了 跺跺脚 可以摆两道 都要抖一抖 想活命 赶快滚 好大的威风 不知道 还以为你什么手眼通天的人物 全来只是个主任 小子 你给我放尊重点啊 包氏集团那可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集团公司 能量 是你这种人无法想象的 趁着废主任还没有发火 赶紧跪下 磕头道歉 磕头道歉 我怕他命不应 受不起 年轻人 怕你还是不知道包氏集团的力量吧 信不信我打个电话 就能让你像路边的野狗一样 过来填我的鞋底 凭什么觉得能管我的事 凭什么 凭她是我妹妹 妹妹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小婊子有哥哥呢 想要好处是吧 我给过了 你去 妈的 人呐 跟老子玩仙人跳是吧 小子 我不管你是谁 钱我给过了 现在 我就给他办了 小子 你敢动我 来人呐 跟我打 打死算我的 我看谁敢动 小子 你死定了 敢说我个废主任 我告诉你 以后在这帝都 乃至全国 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一个小小的主任而已 还真当自己是个大人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可是包总 钦点的主任 小子 赶快跪下 刻作道歉 这主任 还能看在今天婚礼的份上 饶了你 否则 扒了你的皮 算不放他 是你说的算的 你还给我吓 小子 今天 你走不了了 嘿嘿嘿 吹主任 恭喜恭喜啊 孙总 大驾光临 为谋不设荣耀啊 您是包总钦点的主任 我今天专门给您送品书来了 哎呦 听说今天是您洞房花烛大喜的日子 我呀 特意过来讨杯喜酒喝 应该应该 哎 这什么情况 等我处理的这小子 回头再陪您喝一杯 哎 费主任 大喜的日子 何必呢 小子 我做主了 你跪下 磕头认错 啊 费主任 看在我的面子上 就饶你一命 你不认识我 你是谁啊 一个不入流的小憋三 真不明白 行你这个智商 是怎么做到 经理这个位置上去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跪下 把我的钱舔干净 然后从这里滚出去 瞎了你的狗眼 就是包雨晨 你是包雨晨 小子 你吹牛也不会换个对象 就你这一身穷酸膜呀 你是小包总 你还不如说你是总统 让人听起来更有可信度 这小子 不光搅了我的好事 还不把咱们包尺集团 放在眼里呀 他说他是小包总 真是该死你 现在跪下 我饶你一命 你信不信 我先把你打残了 再把你抓起来 关进去 我关你到死 你敢打我 我不管你是谁 今天你家祖父都留不住 来人给我杀 住手 周总 你怎么来了 小包总 怎么出事 让他们消失 现在我宣布 包氏集团 旗下子公司 总经理孙薇 采买部主人费重 被废除一切之物 包总 包总 对不起 我永远不是财神 我 跟我眼看人 对不起 包总 你们冒名顶替 假冒我妹妹 潜入包奖 如今 还想害死我真正的妹妹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包宇晨太好说话了 这亲子鉴定报告上显示的很清楚 灵溪就是你的亲妹妹 顾总的亲女儿 鉴定报告 好 我这里也有一份鉴定报告 这份报告证明 阿新和我 才是亲生兄妹 和你 明星 和我毫无血缘关系 那肯定是之前的报告搞错了 这肯定是一个误会 包总 误会 那你们也太不小心了 包总 我们错了 我们母女知道错了 我们财民心 瞧你就饶了我们吧 包总 怎么处置 要再饶了 见着他们 带走 不要 不要 饶了我吧 包总 我生难 保育臣 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我要让你们为我儿子陪葬 妈 小兰 小兰 救命 有人吗 哥 哥你快回来 妈被人绑架了 包总 怎么了 我妈被绑架了 通知下去 就算翻遍整个帝都 也要把我妈找出来 好了 小兰 妈被谁绑架了 我不知道 包肺没有打电话来吗 没有 怎么办 喂 小包总 还记得我吗 你是 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 我是韩光 被你毁了的韩光 被你害得家破人亡的韩光 你想怎么样 不想怎么样 你妈在我手里 你妈嫁了我妈 韩光 我警告你 我妈要是少了一根头发 我绝不会让你见到农天的代价 小兰奥 我好怕呀 你以为我吓�他呢 现在马上准备一线金 交换牛股金 我去等着给他收尸吧 记住 第一个人来 否则我一害怕 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 妈 站住 小子 你想你妈死是吗 我不是让你一个人来吗 爷爷 起码有一千多公斤重 我一个人拿得动 这个袋子里面有五百万 外边行了一辆卡车 剩下的九千五百万 你只要放了我妈 这些钱都是你的 她是我妹妹 不会来 你就是顾盛南的小女儿 好 人都齐了 我就送你一家 整整齐齐的剑岩王 赶快放人 拿钱滚蛋 我不光要钱 我还要你们全家的命 你不讲信用 信用 信用这什么东西 家破人亡 没几个钱就能解决吗 我儿子的命 我要你们全家来赔 你有钱吗 撒手 撒手 我让你死 不要 不要 想报仇吗 你不是要我们全家人的命吗 小张鹅 你再给我笑一个看看 报仇 我错了 少女给我笑 我杀 不满意 不要 报仇我错了 去死吧 死吧 你不能杀 报仇 你不能杀我 我求你饶了我吧 我求你了 饶了我吧 他想要我们全家人的命 我为什么不能杀他 大宝 我们和他不一样 他是混蛋 自有法律来惩罚他 对啊 哥 把他交给执法队 让他把牢底做穿 别想再出来 包与臣说的 想什么呢大宝 没想什么 只是刚刚看到你 这美美忙碌的样子 这个墙景 是我在梦中无数次的仰望 今天终于实现了 大宝 你爸呀 去世得早 妈又没有什么文化 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但是你爸在世的时候啊 经常说一句话 所有无法将我杀死的 都将使我更加强大 磨难吧 就是人生当中的一刻 现在放学了 我们应该快乐的生活 我爸还喜欢你采的诗 那是 你爸可是有学问的 走 儿子 吃饭 妈给你讲讲你爸爸 今天 是我们家真正的团圆饭 希望我们仨 像这三块平安玉佩一样 平平安安 团团圆圆 永不分离